说人情冷暖 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对于卉卉来说 14岁是她人生的第一个分水岭 14岁之前 她是个大大咧咧 不安适事 自我感觉良好的姑娘 一家四口 爸爸妈妈 哥哥和她 生活虽不富裕 但也美满和谐 14岁那年的一个夏夜 卉卉无意中听父母聊天 得知自己的身世 她不是父母亲生的女儿 而是一个弃婴 爸爸从外地捡回来的 听着爸妈在屋里叙叙叨叨的回忆 卉卉却如舞雷轰顶 那种感觉好像独自一人 站在一片白茫茫的血缘上 四周一片静寂 举目无亲 孤苦无依 不知道从哪来 也不知道从哪去 有了心事的少女卉卉 懂事多了 但从此也变得沉默寡言 敏感自卑 和父母哥哥说话 情不自禁带了几分小心翼翼 成绩一般的卉卉 高中还没读完 就不顾父母和哥哥的劝阻 外出打工了 那时候哥哥与蓬飞刚结婚 嫂子进门后 卉卉更觉得她是个多余的人 卉卉想离开这个 本不属于自己的家 也怕她的存在 成为父母额外的负担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也很无奈 繁忙劳累 枯燥无畏 周而复始 很快卉卉恋爱了 在那样的环境里 似乎只有男欢女爱 才能给生活 带来一抹不一样的色彩 对方是卉卉的工友 叫卫峰 比她大两岁 卫峰貌不惊人 但很会甜言蜜语 哄女孩开心 卉卉很容易就沦陷了 那年春节 卉卉把卫峰带回了家 见了父母和哥哥 一家人对卉卉带回来的男人 很不满意 尤其是哥哥于鹏飞 于鹏飞刚成家 正处在血气方刚的年龄 对妹妹的男友 自然是百般挑剔 她直接了当地说 这个卫峰不行啊 有嘴滑舌的 一看就不是个可靠男人 爸妈也附和 会 别的不说 男方太远了 离咱家一千多里 隔着省呢 你将来就是受了委屈 也没个人帮你 还是算了吧 咱们找个离家近的 没一个人替她说话 卉卉的逆反心理 瞬间被激活 她愤愤地说 你们什么都不懂 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爱情 父母和哥哥面面相去 女大不中留啊 就这样 卉卉凭着一腔孤勇的执着 和一意孤行的爱情 远嫁他乡 很多时候一意孤行 往往最终落得遍体鳞伤 卉卉的伤来自魏丰的母亲 一个强势霸道又不讲理的女人 结婚那天 因为离得太远 卉卉的娘家只有哥哥嫂子 参加了婚礼 当着哥嫂的面 婆婆倒是一脸慈祥 拍着胸脯说 尽管放心好了 我会把卉卉当成女儿看的 新婚第一天 卉卉和卫风起床晚了 婆婆满面冰霜地 把她来叫到眼前 狠狠地教训 睡到现在 像话吗 卉卉低声 解释了一句 昨天太累了 婆婆一拍桌子 没一点教养 长辈说话能随便插嘴吗 卉卉目瞪口呆 都什么年代了 还搞封建家长那一套 她正想发作 卉丰却转身呵斥道 妈说的话你好好听着 慢慢地卉卉发现 卉丰是个妈宝男 对母亲言听计从 服服帖帖 婆婆绝对是家里的领导 就连卉丰打工挣的钱 要原封不动交给婆婆 再由婆婆决定怎么花 自己选的路 含着泪也要走下去 局目无亲 面对婆婆的淫威和老公的懦弱 卉卉不得不忍气吞声 任人摆布 婚后不久 卉卉怀孕了 卉丰外出打工 而她则留在家里养胎 日子更难过了 婆婆对她也没有丝毫怜惜 里里外外 洗衣做饭 都要卉卉做 而且她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花一毛钱都要伸手向婆婆要 受尽白眼和刁难 卉卉运期反应强烈 吃不下饭 想要钱想买点水果 婆婆张口就是冷嘲热讽 看你娇贵的 吃什么水果 厨房不是有萝卜吗 这样的日子不仅仅是苦难 更是屈辱 卉卉做饭时 炒饭多放点油 婆婆张口就骂 我儿子真是瞎了眼了 娶你这么个败家婆娘 而这些她在电话里告诉卫风时 卫风却满不在乎地说 妈制造节俭 你学着点吧 卉卉彻底绝望了 她无比怀念原来的家 现在想起来 即使自己是个弃婴 爸妈也从没有苛待过她 而哥哥更是发自内心地宠着妹妹 为什么当初那么任性 不听劝呢 卉卉卉的肠子都轻了 卉卉生孩子那天 更是差点送了命 眼看羊水都破了 卉卉疼得撕心裂肺地喊着 婆婆还不把她往医院送 居然准备在家 自己给卉卉接生 后来情况凶险 婆婆才找了辆车 到医院后 医生都吓坏了 说再晚一步 就是一失两命 这时的情况 只能赶紧泼妇产 就这婆婆还不愿意 抱怨卉卉不中用 连个孩子都生不下来 浪费钱 九死一生 卉卉终于生下了女儿 看到是个女儿 婆婆的脸色更是难看 从医院回去后 婆婆就开始摔摔打打 卉卉的月子坐得很是憋屈 孩子出生五天后 卉卉的妈妈和嫂子 千里迢迢赶来看她 一进门 看到卉卉穿得拉里拉遢 一脸憔悴地抱着孩子 床头放着半碗 吸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 和一小碟凉拌胡萝卜丝 那是婆婆给卉卉做的月子饭 漫漫二话不说 跑出去给卉卉买了各种蔬菜水果鸡蛋排骨 回来后不顾长途劳累 她亲自下厨给卉卉炒了菜 打了荷包段 炖了排骨 卉卉吃的狼吞虎咽 分明是饿坏了 婆婆在一边嗤之以鼻地说 我们这边坐月子 都不兴吃这些 不消化的 卉卉嫂子气不过 抢白说 我坐月子时天天吃 好着呢 婆婆把脸一扭 气哼哼地走了 卉卉妈走的时候 偷偷给卉卉留了一千块钱 一再叮嘱卉卉 过不下去就回娘家 别委屈自己 卉卉妈来这一趟 婆婆觉得是挑战自己的权威 因此亲家一走 她立刻变本加厉 干脆连饭都不给卉卉做了 一壶开水 一个馒头 往卉卉眼前一放 便锁上大门 不知去向 而卉丰听她妈的话 说挣钱要紧 连女儿出生都没回来 又是生气 又是伤心 再加上营养不良 卉卉奶水不下 女儿饿得 哇哇大哭 她急得直掉眼泪 自己受苦不要紧 自己刚出生的宝贝受苦 心好像被揪着一般疼 万般无奈 卉卉低三下四 求婆婆给女儿买点奶粉 婆婆不屑一顾地说 一个不值钱的丫头 喝什么奶粉 然后就是骂卉卉 连孩子都奶不了 算什么女人 娶你真是倒了八辈子没 没办法 卉卉趁婆婆不在家 把妈妈留给她的钱拿出来 托邻居给女儿买了桶奶粉 没有奶瓶 卉卉就在碗里冲 用勺子一点点喂到女儿嘴里 终于熬到了女儿满月 那天趁着婆婆不在家 卉卉带上仅剩下的六百块钱 抱着女儿走了 她怕再这样下去 她和女儿都会被婆婆虐待死 想到当初远嫁的时候豪情万丈 说什么为了爱情 如今想想都觉得丢脸 一个刚出月子的女人 抱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能去哪儿 卉卉只能回家 一路颠簸历尽艰难 卉卉在天黑时分 扣向了家里的门 爸爸妈妈哥哥嫂子 看到卉卉劈头散发 憔悴不堪的样子都吓坏了 卉卉扑到妈妈怀里 放声大哭 她这才说了自己一年多来的遭遇 慢慢眼泪纵横垂胸顿足 我的傻孩子 上次妈去的时候你干嘛不说 我要知道是这样 拼了老命当时也把你带回来 哥哥双手攥紧 铁青着脸 咬牙切齿 非要连夜坐车去找卉卉 博家人拼命 她冲着卉卉发火 你怎么能让人这么欺负你 你之前的泼辣劲呢 你不会给我和爸打电话呀 卉卉哭着说 你们把我养大 我已经很感激了 我怕再麻烦你们 爸妈这才明白 卉卉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了 妈妈抱着她 扶着她的头发说 傻孩子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爸妈一直把你当亲生的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爸爸在一边也说 反正你们当时也没领结婚证 回来就别走了 爸妈养得起你们娘俩 卉卉哭得不可自艺 这才是家 温暖 关爱 爸妈从没把她当作外人 打心眼里疼着她 卉卉就这样在娘家住了下来 转眼一年过去 小女儿已经蹒跚学步 那天 卉卉在家看孩子 爸妈外出走亲戚 哥嫂去镇上的厂里上班 女儿在门口玩 卉卉进屋给孩子拿水喝 也就几分钟的功夫 出来后发现孩子不见了 卉卉封利一般在村里四处寻找 有邻居告诉她 看到一辆面包车进村 没多大会儿就走了 当时卉卉的第一反应是 孩子被人贩子抢走了 然而十几分钟后 她接到卉丰的电话 卉丰恬不知耻地说 孩子我抱走了 如果你想要 就拿十万块钱 算是你在我家 白吃白喝一年多的费用 卉卉撕心裂肺地大喊 卉丰你个混蛋 卉卉回娘家以后 卉丰几次威胁让她回去 卉卉果担拒绝 表示自己不会再见她 没想到卉强会出这么个损招 卉丰一家重男轻女 不会是真的想要孩子 就是想从卉卉这儿捞点钱 卉卉挂了电话 赶紧拨通了哥哥于鹏飞的电话 于鹏飞工作的场子 正好就在高速路附近 接到电话 她立即带着十几个工友 往高速路口赶去 从卉回家到镇上的高速路口 大约需要半个小时 也是活该卫强倒霉 于鹏飞赶到时 她正在入口附近的加油站 给车加油 外省的车牌号很是显眼 于鹏飞彻底顺利拦住了卫强的车 车是卫强租的 除了她只有一个司机 看着外甥女在车里 哇哇大哭 于鹏飞怒火中烧 薪酬就很一起算 她一把把卫强拖下车 十几个人围着她 狠狠地揍了一顿 打得卫强哭爹喊娘 连捆带爬 于鹏飞吓唬卫强说 你再敢来 我就让卉卉去起诉 卉卉和你是适时婚姻 不仅要分家产 以后你还得按月给孩子抚养费 卫强这趟来 本来就是她妈的主意 一听到她还要倒铁钱 顿时鬼哭狼嚎 连连求饶 于鹏飞看到卫强这副怂样 嫌恶地说 滚 别再让我看到你 有惊无险 女儿顺利回到了卉卉身边 一年多后 卉卉改嫁到邻村 丈夫是个憨厚实在的年轻人 对卉卉和女儿都很好 再加上有爸爸妈妈和哥哥的照应 日子过得安逸美满 会回那一场荒唐又悲惨的远嫁之行 算是及时止损 彻底结束 经历一场劫难才能看懂真心 人世间有了爱 没有血缘 也能成为至亲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第二餘